老语,姚女郎刘雪花坦退休和和家人一起生活,未见烟剧打针,却依然犯烟影,刘雪花,可以说是第一代姚女郎,当年的《烟索重楼》、《雅琪》等《雄龙》的作品,都被她精湛的演技,绝世的有血有肉,常常把人感动得奈留不值。 其实,可以说刘雪花在情感戏上,是赚取观众最多眼泪的演员之一了,只是今年已经59岁的刘雪花已经多年不拍戏了,谈起退休生活,刘雪花倒是非常直爽的把话题说开了,她说,其实在拍戏的时候,她是非常喜欢拍戏的状态的,而后拍完了又喜欢回家的感觉。 所以整个的来说,在整个演艺生涯中,她的生活是充实而快乐的。 话说,快乐的人生莫过于你做这一件自己喜欢做的事,还可以让自己的生活变得很富足。 做这样去体验人生的,无疑都是人生赢家。 她说,那个时候其实不太习惯刚退下来的生活,因为每天拍戏,一直都是在忙忙碌碌的生活中度过,突然停下来还是有点不习惯的。 一个月还可以,时间长了就不习惯了,不过后来就慢慢习惯了,你每家人都遍布各地。 总有那么多地方可以去,大姐在香港,二姐在北京,然后哥哥在加拿大,所以她每年都会去到香港上海北京或加拿大。 当然,上海就是流血滑住的地方。 然后因为大家到了这个年龄,所以哥哥姐姐们也没有做工作了,大家就走得非常的频繁。 所以说这样子的生活,感觉非常的冲,深,也因为自己没有拍戏,哥哥姐姐们担心她退休后的生活很无聊,才会如此频繁的来陪她。 不过说起自己的爱好,流血滑说,唯一最不让他们放心的就是自己一直抽烟,并且自己也没想过去见。 有一次有朋友一起聚会,一起讨论去打针剪烟的事,打针是打膝盖,医生说不疼,但是打了自己觉得很痛,甚至还痛得哭了,医生都着急了,给你支点什么。 流血滑居然都去的说,抽根烟行吗? 真的是很难想象,在屏幕上这样的女神,原来最大的爱好是喜欢抽烟。 话说,抽烟真的不是好事,影响健康不说,还会有味道。 不过流血滑的感情经历,还是颇为波折,之前和流德感是大家最看重的一对,没成想最终迎来的是分手。 后来自己的丈夫又意外去世,现在流血滑也算得上是独居了,有哥哥姐姐们的照顾,还是希望我们的屏幕女神能够幸福。